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德国汉堡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举行首次世纪会晤 两人的互动备受关注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在波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承认 俄罗斯可能干预2016年的总统选举 结果让他得以胜选 不过他也说其他国家也可能参与其中 特朗普表示真实情况如何没有人会知道 美国情报机构怀疑俄总统普京 下令干预美国去年11月的总统选举 使选情转向对特朗普有利 此外特朗普在记者会上 罕见地批评俄罗斯在制造不稳定 他表示美国正在与波兰等盟国合作 以应对俄罗斯的行动及其制造不稳定的行为 对此克林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说 俄罗斯反对这样的应对方式 他表示美俄对两国未来发展关系缺乏了解 这情况让俄方感到失望 老公部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美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22万个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7.8万个 但与此同时 6月份的失业率却升至4.4% 高于5月份的4.3% 失业人口为700万 老公部称22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主要来自于医疗保健 社会援助 金融和矿产等领域 其中医疗保健行业新增就业岗位3.7万个 社会援助 金融和采矿业分别新增2.3万 1.7万和0.8万个 当月美国私营非农部门工人的 时薪上涨4美分至26.25美元 每周的工作时长为34.5小时 比上月增加0.1小时 有分析称 6月份失业率上升 表明更多美国人进入就业市场求职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找到了工作 美联储官员预计美国长期失业率 将保持在4.5%至4.8%之间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微软宣布进行重大重组将要裁减3,000名员工 此次重组主要针对销售部门 此次裁员数量约占微软整个销售团队总人数的近10% 而其中约75%的被裁员工都来自美国之外的地区 此番重组关注的特别重点将是如何销售云服务产品Edge 最近几个季度来 微软的云业务一直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微软方面也宣称Edge上一裁季销量增长了93% 微软此番裁员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要削减成本 而是要改革微软的销售方式 微软方面表示 该公司的计划就是充分使用那些在具体垂直业务方面 拥有更多知识的员工 这样才能帮助公司销售更多的产品 2016年微软裁减了2850个员工 其中900个员工来自于销售部门 目前数于百万剂的美国人沉迷于强力的处方止痛药 而且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人因为过量使用这种药物死亡 美国正处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 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透露 现在医生们开出的阿片类药物处方已经相对变少 他们给病人服用的平均剂量也在下降 但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病人数量依然很多 而且医生给病人开的阿片类处方现在会持续更长时间 疾控中心还指出 现在美国医生开出阿片类药物处方的数量是1999年的三倍 也是为欧洲同行的三倍 疾控中心还发现 使用阿片类药物最泛滥的地区遍布全美 但是这些地方普遍都是白人 无业人员居多 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等特点 最新数据让疾控中心在2016年发布了相关指导方针 旨在减少不必要的阿片类药物处方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赫森近日在一个移民政策社区讨论会上 针对国际留学生移民的问题进行了答复 赫森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非常重视引进国际留学生移民 今年当局制定的移民计划是接受8万国际留学生移民 引进数量不低于经济类移民总额的50% 政府将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加快引进国际留学生移民步伐 赫森表示移民未来将继续成为这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示着经济类移民所占比重仍是主体 赫森同时表示在去年年底改革的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非常成功 自今年年初以来通过快速通道系统平均每两周就接受了3000名的移民 引进了大量的国际留学生 下半年仍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 据了解目前在加拿大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了13万 而其中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将要留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并申请移民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孟如不要走开继续为您带来凤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